疫情期间洗手消毒成了日常工作 看重这点需求 风源兴旺爱智能发展中心 特别开发了膝带型的防疫皂 功能设计就像口红一样使用 方便民众外出膝带 希望推广这系列的商品 来维持机构营运的经费 轻轻一转 肥皂就像口红一样 要用多少自己拿捏 也因为轻巧好膝带 让这款由风源兴旺爱智能发展中心 所开发出的防疫手工皂 询问度相当高 这个防疫皂是为了要我们方便携带 把手工皂 把我们的防疫皂可以随身携带 然后让它在收藏的时候是很便利的 可以开 然后可以组合 可以盖起来 方便携带 疫情期间洗手消毒成了日常工作 而看重这点需求 也特别研发这款个人携带型的手工皂 在公众场合 避免跟陌生者共用 而除了这款之外 这里也专为学童开发游戏灶 想要里面的玩具小物 就得要勤洗手才拿得出来 是我们的藏宝灶 藏宝灶是送到偏乡 里面有橡皮擦 橡皮擦是为了鼓励 国小又有的学童 可以清洗手 洗完手的话可以拿到里面的宝贝 里面的宝贝橡皮擦就可以拿出来用 类型多元的防疫洗手灶 色彩丰富 设计更是充满巧思 也成为了这里最近的热销商品 和星光安智能发展中心 也将这一些与疗育盆栽小物组合搭配 想要多少来弥补机构营运上的资金缺口 这里将台中猜疯不到 这里将台中猜疯不到